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聂轩 有一些调皮的人总喜欢对人恶作剧 但是大家可要小心哦 万一一个不小心弄假成真了 可就一发不可收拾咯 说到弄假成真这个成语 大家是否有听过它的典故呢 根据三国演义第五四会记载 三国时代有一个关于东吴昭青的故事 当时周瑜跟孙权意识到刘备是个英雄人物 如果不想让他的势力持续扩张 就要想尽办法尽早把他给除掉 于是周瑜想了一个计谋 让孙权的妹妹孙上香假装嫁给刘备 等到把刘备骗到孙吴后 再找机会杀掉他 刘备足智多谋的军师诸葛亮 向来观察力入围 他早就发现这个婚姻是一个要陷害刘备的计谋 他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 答应了这门亲事 但私底下安排了一个胆大欣喜的赵云 作为刘备的护卫 让他跟着主子一起去取亲 诸葛亮还给了他三个锦囊随身携带 要他一旦遇到危机的时候 就拿出来看 第一个锦囊写着 等刘备入孙吴之后 要大肆张扬迎娶孙小姐的事情 让大家都知道刘备和孙上香即将成婚 并且越高调越好 因为赵云等人四处宣传这件婚事 连孙权的妈妈也知道了 孙权的妈妈很喜欢刘备 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有美满的婚姻 因此当他知道这其实是孙权计划的假婚姻时 便大力的驯阻孙权 这样一来呢 既然有孙妈妈的支持这段婚姻 又有大家的祝贺 在大家的关注之下 孙权和周瑜实在很难对刘备出手 于是他们决定改变计策 既然无法立刻除掉刘备 干脆就想办法用软性的方法荼毒他 让他在美人的渗透之下 逐渐丧失治理天下的雄心壮志 眼看主子在花天酒地的环境下 意志力日渐消沉 赵云赶紧拿出第二个锦囊 看看有什么妙计能解救刘备 第二个锦囊里写着 要赵云欺骗刘备 曹操的大军要入京荆州了 要他赶快回来 刘备听到这个消息 果然相当担忧 归心似箭 立马带着夫人赶回荆州 正要回去的路上 东吴派兵追来 生怕刘备给跑了 眼看当下的情势 对刘备等人不利 赵云赶紧拿出第三个锦囊出来看 锦囊里面写着 要赵云想办法激怒孙上香 让他把追兵给骂退 被派来的官兵不敢得罪孙小姐 挨骂后纷纷就退回东吴了 此时诸葛亮已经在江上准备好 迎接刘备等人回国 接着他们正要上船的时候 周瑜亲自带着黄盖 在寒当等前来追杀刘备 而刘备的大将 关羽未言黄中三人死命护主 杀的周瑜手足无措 这时候诸葛亮派人大喊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个故事就是本来孙权想假装嫁妹妹 却弄假成真的由来 孔明为了破解他的计谋 竟由沙盘推演 预料到后续的发展 因而拯救了刘备的性命 不愧是位足智多谋的大军师 虽然三国演绎跟真正的史诗 有些出入 然而成语的意涵 却是可以沿用到后世的 除了三国的故事 还让我想到了一个奇妙的现象 每次许多人不想上班上学的时候 就会找各种理由请假 尤其爱装病请病假 然而却时常弄假成真 病假请着请着就变成真的生病了 到头来苦的还是自己啊 所以说呢 黄话尽量不要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以免不但计谋无法得逞 还有可能会弄假成真 弄巧成拙哦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都能跟周周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弄在英文中 还有哪些实用片语 千万别走开咯